阿道夫 薩克斯 你知道為什麼薩克斯風叫做薩克斯風嗎? 因為他是由比利時的樂器製作師 阿道夫薩克斯所發明的 大約發明的時間是 西元1840年左右 至今才180年的時間 他在發明初期就受到了 法國知名作曲家白療士的大力讚賞 而後來阿道夫移居到了巴黎 在巴黎的革新派音樂家的協助之下 他成功說服了法國的國王 將軍樂隊的編制改制 加入了許許多多薩克斯所發明的樂器 像是薩克斯號 以及當然我們最喜歡的薩克斯風 之後他在1846年的時候 在巴黎取得了薩克斯風的專利權 在樂器製作上獲得極大名稱的阿道夫薩克斯 於1857年的時候 於巴黎音樂院開啟了世界上第一個薩克斯風課程 也就是說 其實薩克斯風一開始 是為了古典音樂而發明的 阿道夫薩克斯本人也說過 薩克斯風其實是一樣 音色類似弦樂的樂器 只是比弦樂更多了爆發力 以及更大的張力 可惜的是 因為1870年普發戰爭的爆發 所以阿道夫薩克斯在巴黎音樂院的課程 就此告終 阿道夫薩克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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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美國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 薩斯風跟著法國的歌舞團 傳進了美國 在法蜀的紐澳梁地區 從原本的桑葬音樂混合了來自歐洲的音樂及和聲 以及樂器 加上當地黑人獨有具有強烈節奏感的音樂 以及即興演奏等等 慢慢的發展成為了現今風靡世界的爵士音樂 而後期 著名的Charlie Parker 還有John Coltrane等人 更是將薩克斯芬演奏技巧推向了另一個高峰 另一方面 在薩克斯芬發源地的法國 著名的Muscle Mule 他在1923年的時候加入了法國金兒軍軍樂隊服務 並且在1927年的時候成立了法國金威軍薩斯芬四重奏 正式地為薩斯芬的古典曲目開始做發展 而從1944年起 Muscle Mule重新在巴黎音樂院開啟了可為70多年的薩斯芬專業課程 在任教的20多年當中 他委託創作了無數的古典曲目 還寫了無數的教本及練習曲 更教出了無數的學生 像是美國的Hemke、Rousseau 法國剪奏家Longdex、Diffaye等等 他們都一一為薩斯芬的世界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作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時至今日 薩斯芬的演出類型已經非常非常的豐富 從爵士音樂到古典音樂 流行音樂 甚至現代音樂 都可以發現薩斯芬的蹤跡 而演出的形式可以獨奏 可以四重奏 可以室內樂 也可以大型的重奏 而樂器的普及以及教學法的進步 也讓一般大眾開始可以享受到演奏這項樂器的樂趣 薩斯芬的歷史還在繼續的寫下去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